最近有媒体报道一种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的病毒正在美国蔓延 它被称为是人类偏肺病毒 也就是HMPV 简称人偏肺病毒或偏肺病毒 这个病毒会引起类似于流感和新冠的症状 已经使美国一些医院挤满了年幼的儿童和老年人 有媒体报道称国内多地也发现了此类病毒 而且相关的话题是屡屡登上热搜 那么这种病毒到底是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 昨天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健康提示 2022年9月至2023年4月 北京市急性呼吸道感染中原儿童人偏肺病毒的阳性率为2.6% 未出现明显的流行高峰 今年以来我国与美国间人员往来已逐步恢复 存在人偏肺病毒感染者输入我国的可能 但考虑到美国当前人偏肺病毒疫情已显著降低 以及我国目前已进入夏季 气候条件不是以疫情传播 因此可以预计美国前期人偏肺病毒高发疫情对我国影响有限 人偏肺病毒属于肺病毒科偏肺病毒署 有包膜的单股复炼RNA病毒 2001年由荷兰学者首次从未知病原体 引起呼吸道感染化儿的鼻烟抽吸物样本中显出 主要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 密切的个人接触和触摸病毒污染的物表后 再接触嘴、鼻子或眼睛也可能造成传播 儿童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和老年人为易感人群 常见与其他呼吸道病毒混合感染 多引起普通感冒症状 严重也可治支气管炎和肺炎 在有基础疾病的易感人群中 感染可导致死亡 与防控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病毒类似 公众应该保持生活规律和良好的心态 前往人员密集场所或者环境 最好是要佩戴口罩 同时做到勤洗手、勤通风、科学消毒等预防措施 可以有效降低感染HMPV的几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